我们要找到什么呢,找到前后三名 所以要分两阶段来做 先找前三名,再找后三名 把它加在一起不就OK了 对,逻辑上应该可以理解 就跟刚刚苗栗跟那个伊朗 那个很蛮像的 所以首先你要先解决第一个 前三,那前三怎么表示 刚刚有讲过,统计 统计里面的Louch 那Louch里面的话 你就找到那一颗 告诉它array跟k 它这边有告诉你吗 array是范围 所以按确定之后 这个范围里面 第几呢,第三个 那只要大于等于它 那就是什么呢 前三了嘛 那什么就小于等于 那个倒数第三名就OK了 把它加在一起 答案就出来了 对,应该很好理解 所以你可以分阶段 一,找到第三个 按确定 二,把它的公式减下来 再重新插入一个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符 然后你要找什么呢 找range指的是工资里面 它的条件 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大于等于刚刚那一个 那特别是你刚刚那个什么呢 你不能贴上这样就没 前面还要加一个大于等于 所以呢,前面怎么加上大于等于 特别是大于等于是一个字串 那它是一个公式 所以记得哦 你要加的方式是先加一个字串 再一个串切 然后呢,这边要什么 大于等于 这样才OK哦 看了吗 有没有 and 刚刚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你没办法要串在一起啊 那你会发现呢 串完的结果哦 才会是长后面这个样子 有没有 大于等于第三的新枝 OK哦 这个可能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啦 前面这个字串 and 刚刚第三个那个人 好了之后按确定 那其实直接确定就好了 some range 因为跟range是同一个 所以可以忽略 可以省略 有没有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话 这个可以空白 当然你想说 那我要选 也可以啊 可是有点是多识一曲啦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空白一下 因为我还是 当然还是习惯就是说 公式越短越好 程式也是越短越好 所以我写出来程式尽量越短 没必要的就不要夹 OK 好,这是我的原则啦 按确定 好,这是前三的 那后三怎么加 很简单嘛 把它加上 然后把前面这一串 怎么样 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去 改一 这个改什么 改small 不就好了 small 应该会拼了 它会自己跳出来 small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呢 小于 也有等于了 成 这样子公式呢 就做完了 打勾看看 OK 应该是没错的啦 如果你想要再去验证的话 因为你可以自己再去排序 然后再去把它抓一下 不过理论上 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刚刚最重要的啦 就是第一个最大的 large跟small 这两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果要把它放里面的话 一定是一个字串 串接 那个东西 这样才是OK的 那至于这个VBA 其实这一题也可以写VBA 不过这一题的VBA太复杂了 好 自己可以写VBA